日本近来在台湾问题上如此高调 难道忘了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时所做的承诺 难道是要颠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难道拥有再次染指中国台湾的野心 难道日方要借此扩充军备 抛弃和平宪法 不再走和平发展道路 日方应就这些问题给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至于日方声称中国军队演训活动涉及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 中日在有关海域尚未化解 何来日本专属经济区一说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中国在自己领土的周边海域进行正常军事演训活动 公开 透明 专业 符合国内法 符合国际法 符合国际惯例 既是对挑衅者的警示 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之举 中方敦促之方 认真反省侵略历史 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和迄今所作的承诺 停止跟风附和美国涉台消极言行 停止追随配合美以台制华的错误行径 避免给两国关系带来进一步严重伤害 制定人数是否亡 还是否得通 olduğunu想望 市场中文 получится 可乡练 95